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因為碩士論文抄襲案 被台大還有中華大學撤銷學位 不過林志堅胎著說自己是清白的 去年透過委任律師向教育部提出訴願 那針對中華大學的部分 教育部已經在上個月19號發文 駁回林志堅訴願 從訴願書中顯示 審議委員會詢問林志堅 有關論文內容相關問題發現 林志堅不僅無法明確地回答 該論文研究方法 甚至在有關研究計劃執行重心的問卷調查 分析以及理解上 明顯有相當不足的地方 以此研究能力撰寫運用複雜統計方法的 期末報告書 甚至為期末報告書的主要紙筆人 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訴願者確實有能力來寫這個報告 行政院長陳建仁就任之後簽署的第一份公文 是近零排放路徑112到115年的綱要計劃 而這份計劃的總經費大約是743億元 而前立委郭震亮就分析 對於陳建仁第一張牌打這個呢 他覺得非常的意外 到時候呢 恐怕很多東西都會漲價 而743億元今年還不是真的見真章的時候 等到到時候如果賴清德有幸選上總統 你才知道這有多可怕 郭震亮分析減少碳排放量 將導致每一個環節都要漲價 中鋼董事長曾公開說過 中鋼如果要符合排放標準 台灣的鋼鐵價要漲一倍 水泥等其他東西也是一樣 到最後建築成本也會增加 房價也會跟著漲 這些都不是陳建仁會碰到的問題 這些都是下任總統要碰的問題 而台灣承諾的減碳時間表為2030年 碳減半205070 那這要怎麼落實 下一任總統4年任期都落在這裡面 郭震亮也坦言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很多東西都要漲價 真的要落實到節能減碳 這個所造成的百物漲價才是最可怕的 再來看到的是前立委蔡壁如爆料 駐美代表蕭美琴深受美方的信賴 也提到說未來民進黨 不論推誰出來選2024年的總統 副總統的搭檔都是蕭美琴 那對此蕭美琴也有作出回應 他說任何的政治話題都是無中生有的想像 努力台美關係讓台灣的外在環境更加的和平穩定 這才是他現在的唯一目標 備戰2024總統大選 民進黨看似已定於一尊 檯面上有黨主席賴清德參選的態勢明顯 反觀國民黨卻一直未明朗 前主委郭正亮批評 從民調來看淺藍中堅許民已經對國民黨總統由誰參戰 內部一直高來高去看得很厭煩 郭正亮認為藍營呼聲最高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但他在國民黨的支持度也沒有超過7成 如果立委初選3月就要進行 總統初選為什麼不比照呢 郭正亮也提到如果民進黨推出得美配 那國民黨也要派男女搭檔 最好的搞不好就是侯盧配 台中市長盧秀燕和侯友宜都是現任市長 如果國民黨當選總統 補選贏的機率還是很高 雖然會衝擊總統選舉 但是一定要面對 現在各陣營對於2024總統大選 誰會出來參選呢都是非常關注的 那麼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其實早些就已經宣布要參戰了 不過副手的人選都還沒有出爐 對此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昨天在接受網路節目訪問的時候 他就指出 他覺得柯文哲還不至於壞到 跟國民黨來合作 不然他的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王世堅在訪談中提到 柯文哲不會跟國民黨整合 雖然柯文哲很壞 但不至於壞到跟國民黨合作 王世堅指出 柯文哲現在至少大概還有10%的支持度 這些支持對民眾黨非綠非藍走出白色的路 還有期待 如果柯文哲把這些支持者賣給藍軍 柯文哲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因此他斷言柯文哲不會跟藍營合作 因為柯文哲自己就有壹張入場券 能參選總統 這幾天 台北市垃圾桶的議題是引發各界的討論 對此立委洪夢凱在臉書上就貼出了一張照片 是一個台北市的街景 上面是垃圾桶被整個塞爆的畫面 然後旁邊還有散落一地的垃圾 他就喊話說不要再讓過去的街頭景象發生 那另外的黃珊珊也有表達他的看法 侯夢凱提到去年7月他經過捷運鎮時 在捷運站口旁的垃圾桶發現 垃圾已經堆到滿出來 地上還散遍垃圾 他坦言這實在很難想像 是2022年的台北街頭 尤其在吞吐寸金的捷運站旁 當下他隨手拍了張照 並且傳給當地的黨籍市議員 因此他是支持增設垃圾桶 那對於這件事情 前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也提出看法 他說垃圾不落地 垃圾帶隨帶徵收 到資源回收除以回收 是台北市民共同的驕傲與成就 強調這是台北市民與政府一起努力的結果 也是偉大城市的進步價值 如果要依照民意做民調 那這項政策永遠不可能實現 雲霞姐就要到了 這個有最美里長封號的 永福里里長陳子瑜 他說他要免費發送兔子提燈給大家 看照片上 非常的可愛 但是他說如果你要拿到這個提燈 要符合一項條件 是什麼條件呢 帶你一起來看 陳子瑜在臉書發文表示 這次不是所有人都能排隊領取兔子提燈 必須涉及永福里 而且一人限領兩份 據領取的地點是在永福里辦公室 領取時間有兩個時段 分別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上9點到12點 以及下午3點到晚上7點 陳子瑜也強調提燈的數量有限領完為止 而鐵文曝光之後也吸引不少網友留言表示 看來又要排隊了